大哥现在幸福吗 找得这么漂亮 这么贤惠的气质 那肯定很幸福 这五年当中 回来过几回啊 五次 那这个一年不见 当中打电话吗 也打电话 打电话就说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行就赶紧回来吧 那你说我很幸福吗 那你就不用回去 我说我这过得挺好啊 然后他说呢 他说你 你是真的好 假的好 不相信你真好 不相信 听他爱人咱们说了 爱人一说就是 就是那个挑衅 对吧 岳阳电话来挑衅 对 那您觉得呢 大姐是来挑衅的 还是关心你 这个不好好说 那我们想想 大姐的初衷是什么 我觉得 大姐一定是关心你 对 而且现在的生活 当初他们就是反对的 对不对 对 反对一定是 担心你过得不好 对还是不对 不完全对 我得说一说 是这么样 我以前不有一段 也是失败的一次恋爱 失败的 对 他就认为我受骗了 是他认为我受骗了 因为自己的弟弟 受到伤害了 对不对 是 我没有感觉伤害啊 你没有感觉 但你知道 大姐怎么想的吗 他就认为我受骗了 现在你所有认为的 都是你觉得 大姐是那么想的 同样大姐也认为 你所说的 其实不对 是他认为那么想 您知道问题 出在哪儿了吗 出在相互的沟通上 你自己其实心里 是有心结的 这种心结就是说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 我找到了我的幸福 所有的问题 归根结底 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您 而不要把自己的爱人 牵扯进来 爱人听到的只是 知言片语 而你并没有站在一个 大姐的角度 就有点类似于 以前经常发生的 婆媳关系 但是你没有处理好 你跟大姐之间的关系 所以当你的问题 和大姐之间的误解 因为疏于沟通 疏于了解的这种耐心 疏于这种见面 我们心平气和的 谈事情的初衷 产生了他姐夫也好 他认为我的弟妹也好 都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解决问题 只能在里面 能不能这样呢 请你的姐姐 到你的家来了解一下你们 也请他旅游嘛 沟通一下你们之间的亲戚 我不但请过他 我其他人都请 来了吗 我回去就说 你们去我路费都给你报销 来了吗 没有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 你离了婚 你回来就完了 你不行 一定不是那么简单 正因为你觉得问题就在于说 所以说问题很大 我闹不清楚 你已经把问题界定在说 如果我不离婚 这问题解决不了 这就错了 这是一个死结 不可能的 换一个角度 作为弟弟的角度 多跟家里人 多去沟通 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同时让他们了解 你真实的生活和感受 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谢谢 大姐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 问题可能不全在于 他的家庭 你要通过你的特殊的 这个身份 他的最亲密的人 帮他去疏导 他和他家里人的关系 帮助他 努力地一定要融入他 他不想融入 您都要融入 帮他去多加 这个沟通的桥梁 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更快